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精心煲凌湯身体好健康 欢迎收睇天下卫视全心饮食节目 正治靓汤 我是主持人Yanny 是我身边的是汤师傅 Yanny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汤师傅 自身厨师 超过40年的攀陃经验 曾在廣州白天鵝飲職 三藩市灣區割粵菜酒樓 擔任主廚超過三十年 煲湯、點心 各種粵菜真是沒東西難到它 多謝師傅 在接下來的節目 為我們介紹這麼多美的湯 為什麼廣東人會喜歡喝湯呢? 廣東人的老火湯已經是很有名的 我們是從小喝到大的 是不是? 飲食裡面 我們廣東人寧願吃無雙 不可以沒湯 我記得我小時候 媽媽經常吹小朋友回家 就說快點回家喝湯 是的 快點喝湯 這已經是心油在我們骨子裡的記憶 現在這個季節 特別是灣區 你今天有沒有什麼好湯可以介紹給我們? 今天我們在 進入夏天的季節 我們介紹給大家一個爆黃花煲瘦 師傅說現在這個春夏交替 特別是灣區這個季節 之前很冷 下面可能很熱 這個湯有什麼好處? 爆黃花本身就是清芯、潤肺、化痰、滋咳 所以整個湯都是符合夏天喝的 是清芯、潤肺、化痰、滋咳 有沒有特別適合哪些人去飲用呢? 其實是老師傅咸義的 老師傅咸義 都是老老嫩嫩也可以 我們先介紹一下材料 這個湯裡主角是爆黃花 我看到你浸了 爆黃花這個是浸好 這個是乾的 煲瘦肉 我們還有粟米、紅蘿蔔、南杏、北杏、羅漢果 有薑 因為它是很寒涼的 爆黃花 所以我們要加薑 和一下 有蜜棗、紅棗 那爆黃花怎樣選擇呢? 因為我看到它好像光燈燈 這個是未人浸的 超市買回來呢? 是的 我們買回來就是這樣的 爆黃花 買回來之後 我們首先看看 有沒有生蟲 有沒有發霉 聞一聞它有沒有硫磺味 煙燻味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真的是很好的爆黃花 好 師傅事不宜遲 你快點教我們怎樣煮今天這個鯪湯 好 我們煮湯之前 我們首先要水滾 開火 水滾了之後 水滾了之後我們才開始 首先我們放些薑 我們先放幾片薑 為什麼要放薑 爆黃花是很寒涼的 所以我們要放些薑 然後再和一和 我看到這個 接著就放這個 蜜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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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棗和蜜棗 是不是之前都要浸過 是的 我們已經浸過了 師傅有沒有看到 紅棗蜜棗 蜜棗和薑都放了 我們需要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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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先放瘦肉 這個瘦肉好像已經處理過 是的 因為時間已經浸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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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藍沸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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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沸� 然後我們用粟米和紅蘿蔔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真的麻煩你 這個粟米應該是一條 然後把它砍成幾件 紅蘿蔔也是一條再切 這些粟米的感覺是比較難熬的 為什麼要放在表面呢 因為我們有一個多小時熬 它什麼都出了味道 然後就可以 最後要放一片羅漢果 羅漢果 整塊這樣應該不會就放下去 不是 我們放好一點 只要給觀眾朋友大家看一下 羅漢果 我們要怎樣處理 打開它 碎碎平安 我們放兩片下去 但是裡面這一塊 我們放一顆核就夠了 我核也要放的 這裡就有幾粒 這個 我們這樣就放一顆核 一顆核 這樣就已經夠了 OK 好 我們盛好它之後 大概煮過半到兩個小時 過半到兩個小時 這樣中間會不會 如果我放水少了 這樣 我又加一點水 這樣 都可以的 不過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 盡量一次過煮到最適合水的 最好 如果實在要加熱水 都可以 加滾水 加滾水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下一部分 就會有這個精材 可以上籠 好 師傅 這個湯已經在煮 我知道你接下來 會有一個精送 會介紹給大家 來介紹一下 是的 我們今天和觀眾朋友 大家介紹一個 金針雲耳 臘腸蒸雞 金針雲耳 臘腸蒸雞 好豐富 是的 那 首先我們用雞 炸一件之後 灑洗乾淨 淨乾水 這個是什麼雞 黃毛雞 黃毛雞 我們選用的是 在市場 各個市場 都可以買得到的黃毛雞 你說 我們在美國 有很多白種雞 如果用白種雞 是否可以代替這個黃毛雞 都可以的 不過 口感沒有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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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 我們就 雞之後 我們加入生粉 這裡有半隻雞 這裡有半隻雞 我們加入生粉 拌勻 那之前這個雞 要不需要處理過 先 我們炸了之後 洗乾淨 洗乾淨就可以了 停乾水就可以了 先加點 澱粉 再加點酒 這些是什麼酒 黃酒 小酒 花雕 花雕酒 鹽 鹽 鹽 半茶匙 糖 糖也是半茶匙 是的 我們加入雞粉 雞粉 更加有雞味 是的 也是半茶匙 還有蠔油 蠔油 蠔油就要多一點 就要兩斤了 兩茶匙 它的醬汁 這是半隻雞的份量 四個人就可以夠食 四個人夠食 這是它的底汁 是的 一般要醃的話 要醃多久呢 嗯 都不用醃了 因為我們 它的雞都是很容易入味的 嗯 是不是因為炸了黃魚雞 才可以做到這個溶液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 就可以了 我們其他用來 金針雲耳 冬菇的配料 好了 這個 冬菇 冬菇浸了水 我們把它切成絲 這樣 這是金針菜 金針菜 金針菜 它是有什麼效用 為什麼要放在菜裡蒸 因為金針另外有一個很特別的香味 即是可以為這道菜增加一些香味 是的 而且還要多一點 木耳 維生素 纖維素 雲耳 蠟腸 蠟腸 我們也是 我們廣東人最喜歡的 這個是我們的港式 蠟腸 即是鹹香 那種 我們喜歡倒在一起 是 我們為了增加香味 我們會加些鹽肉 很少看到鹽肉 即是我煮菜 很少加鹽肉 我們加些鹽肉 紅棗是特別香的 是不是會甜一些 即是我看到有鹽肉 還有這個紅棗 兩個都要浸過 浸過之後 這些配料 我們會另外加一些底味 有一點蠔油 兩次匙的蠔油 兩次匙的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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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已經可以了 再拌勻 不用說要將這一堆東西 切碎 然後鋪在雞裡 還是直接 我們可以放面也可以 放底也可以 拌勻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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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我們 下薑 切好薑 之後 放進去 薑 是否有特別的用處 最主要是 增加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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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雞 會不會有腥味 會有的 薑 可以拌勻 對 對 增加香氣 我們拌勻之後 就可以上碟蒸了 對 所以這碟菜 就不像之前的 就要 又要浸 又要等 很快 我們是 家裡 每個人都可以做 我們就拿碟來蒸 我看你加了一樣東西 這個是 我們要加一些油 油 這碟 把雞 鋪 鋪在底部 先放下 就不用說 夠了 現在就 之後呢 我們把配料 放上面 好像皮一樣 蓋住 我們把紅棗放在這裡 看起來就很漂亮 更漂亮 不過紅棗好像蒸的話 要蒸的時候比較久 我們已經用水浸 浸到它已經軟了 你已經浸夠了身 這裡有個很關鍵的地方 師傅 你的紅棗有沒有核 沒有核的 沒有核的 我們沒有核紅棗 因為如果是紅棗有核的話 就會很醜 所以要沒有核的紅棗 最後要加一點油 這是花生油 就是普通的油 普通的油就可以了 普通的油就可以了 普通的植物油就可以了 如果我加些芝麻油 或者是 我們也更加好 更加好 不過普通油就可以了 好 我們開火 對 水滾 我們就 再放進去蒸 現在蓋上蓋 大概要蒸多久呢 通常我們帶骨的 我們蒸12分鐘 12分鐘 但是整碟東西 怎麼12分鐘就可以了 12分鐘已經熟了 如果沒有骨的 可能10分鐘 9分鐘就可以了 沒有 現在我們有骨的 就蒸12分鐘 所以一般這些 無論是雞 或者是豬肉 排骨 還有一樣 你要看它 你砍多大塊 水 蒸起 夠不夠 所以觀眾朋友 我就知道 如果是蒸 有骨的東西 大概是 12分鐘 不過 記得不要切到這麼大一塊 這樣剛剛好 適當 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下一節就有試吃環節了 嘩 師傅 湯就熬好了 所謂好湯 配合很爽 健康生活就樂融融 是不是可以試一下湯 好啊 湯就熬好了 我們熬了有兩個小時 熬好湯之後 要加點鹽 因為味道有味 是否會根據自己個人喜好 對 對 你喜歡吃鹹的就加鹹 我們加一點鹽 哇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哇 已經聞到這個 是 這個 紅蘿白痕的粟米 有藍痕不痕 那些味道是很香的 而且是 湯的顏色 不是很濃的 好 是很濃的 紅蘿蔔和粟米的味道 很甜的味道 出自羅漢果 羅漢果 啊 師傅 我還記得有一個蜜棗 你加了蜜棗 所以蜜棗 羅漢果 紅蘿蔔 粟米 所以這鍋 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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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這個 南北杏和白鴻花 這鍋湯真的 很清心潤肥 很適合夏天的時候 乾火性 很適合喝這個湯 師傅 我見這個精材都差不多 是的 這個菜已經蒸好了 十二分鐘 有些不太感想進 我們拿去 哇 是 是這個 我是一開始是聞到這個 這個蜜腸的這個味道 這個雞已經熟透了 已經 十二分鐘 是 十二分鐘 真的很難想像 因為我蒸雞 因為我為了保證它熟 我每次都可能是二十到三十分鐘 如果二三十分鐘 你會蒸到很老 你的雞 懂得口感不好 所以蒸到雞滑的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巧妙 就是 首先火口 剛剛 剛剛掌握得好 好像全程都要大火 是 全程大火 十二分鐘 還有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 那個雞的大小切 要適中 我們先試一下 好 好像很熱 哇 這裡有很濃的 這個薑的香味 薑酒 臘腸香味 對 配上冬菇 和金針菜 是有少少熱的 嗯 哇 這個雞真的很嫩 它已經離骨 是的 已經離骨 而且 它是很彈牙的 那種 哇 師傅很棒 原來是 蒸十二分鐘就可以了 這個 我會記住 多謝師傅今天介紹了這個 一個美麗湯 和這個 好好吃的精材 給我們 如果觀眾朋友 你想吃我們這道菜的話 就立刻按照我們的食譜 就今晚立刻就煮 不要猶豫了 好啦 如果觀眾朋友 想重溫本節的內容的話 可以去到天校衛視 YouTube的 醫食住行頻道 那就可以 找回我們今集的內容 好啦 師傅 我們下一期 就約定你去煮一些美麗湯 和做好的精順給我們 多謝你 多謝觀眾朋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